美麗島電子報董事長吳子佳 爆料高雄市長韓國瑜 跟一名王小姐婚外情 還剩下一女 還被地檢署火速傳喚出庭 經過五個小時徵訊 剛剛不出北檢了 來看看吳子佳稍早的說法 董事長想問一下 就是黃光琴說 針對你所爆料的內容 黃文才是關鍵人物 而且還幫你理應內核 黃文才我不認識他 所以你完全不認識 黃文才我沒有見過他 完全沒有見過 那他們說 總目標是要鬥倒李嘉芬 有這回事嗎 鬥倒李嘉芬 這個是 這跟我沒有關係吧 我的 我們看到的這些 目前的報導的事情 好像李嘉芬應該是被害人吧 應該沒有這回事 我跟檢察官剛剛 剛剛談了幾個小時 那這幾個小時都聊一些什麼 當然不是在裡面下降棋嘛 對不對 我把整個全案 就是說 從這段時間我們有關 韓國瑜的報導的事情 這整個的 事件的始末 每一個細節 具細明移的 跟檢方做了一個詳細的陳述 而也留下了相關應該有的這個 物證的部分 跟日後 還可能要去 譬如說我們要傳訊的證人的部分 也做了一個交換跟溝通 那檢察官剛剛有千萬交代 這個 偵查不公開什麼都不能講 講的話下次就要把我收押了 開玩笑 那你想要傳喚王小姐來嗎 傳喚誰 王小姐 王小姐應該是一個一定要被傳喚的對象 那本身是當事人之一 那現在我們律師會在這兩天之內 我們會再補一個答辯狀是不是 我們律師會補一個答辯狀 會把我們的建議告訴檢察官 然後還有一些細節的 一些時間地點的人物的一些小的細節 還有再補強一下 我相信檢察官在 我希望在這個禮拜之內 能夠把這個答辯狀 再提供給這個檢察官 但目前情況進度是不是 我把全案的細節 每一個每一個細節 都跟檢察官做 我們上次講過嘛 因為這個事情是一個 非常重大的事件 因為韓國瑜市長是未來的 有可能是中華民國的總統 或甚至總統的候選人 這都是非常重大事情 那他的每一件事情 甚至包括他的私生活 或包括他我所稱的婚外情 等等來講的話 這都是屬於公共領域 應該要被檢視的部分 那對我這個所謂的報導人也好 或是他被報導的新聞的 當時也好的話 我想都要接受 最嚴格最嚴格的檢驗 那今天下午你們大家看到了 我在北檢跟被檢察官 這個詢問的時間 以被告的身份 被詢問的時間 長達將近五個小時的時間 這五個小時的時間裡面 一定是做了非常完整的 這個過程中的敘述 但是因為今天是臨時 禮拜五 禮拜五提告嘛 那今天是禮拜二 所以很多我們的採訪的筆記 我並沒有帶過來 然後呢 所以我也是臨時就兩天的時間嘛 昨天通知我今天就到了嘛 所以在這個禮拜之內 我希望爭取到這個禮拜之內 把在更詳細的補充資料 跟答辯狀啊 能夠送到北檢來 沒有沒有 孫大圈有常常跟我聯絡 因為孫大圈本來跟我就好朋友 但是他從來沒有跟我談過 有關這個本案的事情 而且這個案子發生是禮拜五吧 禮拜五到現在為止 我沒有跟孫大圈聯絡過這個事情 所以也都沒有接到他任何的 但是我當然因為今天已經 進到這個司法體系了 我對這個韓市長 如果有意願要和解的話 我們這個被告方來講的話 永遠是這個樂見其成 我們從來沒有排斥過這件事情 這韓市長太誇張了吧 因為我覺得韓國瑜市長 他現在為了要初選 無所不用其極 不斷地用把自己扮演成一個被害者 然後是一個國家機器打壓的被害者 甚至遇到了禮拜六的 他們在這個在集會的時候 造勢活動的時候 也把吳子嘉抹黑成一個打壓者 然後去鼓勵他的這些韓粉的大集結 我覺得這些都是很低級的行為 我建議韓市長最好這種事情不要再做了 說的話對他的這個個人的這個品德 就帶來負面的影響